重要消息来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免费领取加15的活动 火中年皇家庆典活动回来了 这次的活动基本上和上次的模式一样 简单来说就是一模一样 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吧 这次10月和11月的活动可说是排的满满 星之祈愿 皇家庆典 魔神英雄传复刻 还有修罗的一拳超人职业练动 但是为什么是英雄职业 可能还会改到完诶 我们也要重新收集 叫我这个SP的修罗布斯炸掉 想玩一拳超人的观众 现在就可以开始收集符文了 以免到时候没有符文可以用 以上的活动我们只关心里面的皇家庆典就好 首先活动时间是10月24号至11月7号 一样是拼9块拼图 完成对应任务就可以获得拼图 每收集3个可以获得奖励 里面比较重要的只有这两个 皇家庆典农药宝箱和 远古装备加15自选礼盒 首先远古装备加15自选礼盒 应该是换除了武器的全部部位 像我这种少了副手的玩家 哈哈 激动是他妈佛心 接下来皇家庆典农药礼盒 开启第三次必定可以获得加15投尸券 记得这个只能用来精炼不可以出售的投尸 当然这个宝箱还是可以获得其他东西的 比如转弹券时装等等 那剩下的两个宝箱要去哪里拿呢 因为这个只给一个嘛 剩下的宝箱我们可以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 11月4号至11月6号 到玻璃岛打庆典小精灵就可以获得啦 他必定会掉庆典纪念币 和皇家庆典农药宝箱 纪念币每日获得上限是50个 庆典宝箱是一个 还有在10月31号至11月7号的感谢由你 你可以获得庆典宝箱 还有时装废雷币可以拿 大家记得加15投尸券是会过期的啊 回收日期是2023年1月1号 记得在这两个月里面用掉 不然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你的投尸券不见掉了 对了在10月24号至10月31号期间 去补城找B格猫庆典大使 参加庆典祝福 只要每日去世界频道分享一句干话 就可以获得庆典欢乐礼合 开启有机率可以获得转单券 费雷币 马斯戴拉种子等等 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对新人不怎么友善的东西啦 B格猫收藏家 就是你害我花5000万去做那些该死的投尸 活动时间是10月24号至11月7号 在浦城找B格猫星人 达成指定目标就可以获得奖励 分别解锁 68 168 268 368的投尸和成就 就能解锁全部奖励了 能拿到368的奖励肯定是最好 投尸给的是 加12投尸经验券 限制的回收时间与加15一样 成就给的是MVP解锁卡车 记得这个给的是 解锁奖励 不是卡片哦 以上就是这个佛星活动的重要内容啦 之前有多玩家都讲没有拿到 这次这个活动回来了 想回国的玩家趁现在吧 不只有加15活动 还有接下来的复刻联动活动 新职业联动可以参与 这次错过了就不知道会不会再出了 所以如果有帮助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